质疑性脱发是永久的吗 质疑性脱发是永久的吗 我今天来给大家回答一下 其实这个要看质疑性脱发它的程度 也就是说它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 其实质疑性脱发早期的时候 因为受到雄技术水平的二亲搞同的作用 可以脱发 脱发的时候呢 它早期的时候 它可能毛囊可以胃小化 但是我就想打比方 就是我这个种子还在 但是它只不过就是营养不好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局部刺激它 给它浇肥料 让它营养好了 这样它庄稼长得好一点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外用药 米诺蒂尔 对吧 口服一些非纳雄胺 当然这个是男性口服 女性的话可能要用其他的方法 比方安提素通啊等等 其他的一些好的兵器素啊等等 刺激素来进行一些治疗 但是如果是到了后期呢 比如说我早期我耽误掉了 没治疗怎么办 这个毛囊完全都稳缩掉了 就像我这个庄稼 这个种子没了 这时候再去浇肥料 再去给它外用药 口服药 这时候没办法长了 总之没了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要进行一个植发治疗了 当然植发治疗也要看的 首先要有土壤 成整部的地方 要取出我这个 所谓的供区 这个头发 把它插一样插到前面来 受区这个地方 所以说早期的 如果是及时治疗 就OK 如果不及时治疗 通过植发的解决办法 但是好多人他不愿意植发 怎么办 只能够 带假发套了 或者是通过文士 这个地方 看上去 头发茂密一点 通过其他遮盖的疗法 来达到改善我们的外观的目的 专家提示 治疑性脱发是否永久 要进行具体分析 早期受雄激素二氢高酮作用 脱发早期毛囊可微小化 营养不良 可通过局部刺激 如男性可口服 菲娜雄案 女性可口服 安体疏通 孕激素等雌激素 但后期毛囊完全萎缩 需进行植发治疗 即从整部取出所谓供区 将头发插到前面受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